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录影的音响的 做招待的 都一一的向主交托 求主悦纳并且使用我们小小的服事 以致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在主里的圣所 能够更亲近主 能够更爱主 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 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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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产存 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 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 凡遵守公平 常行公义的这人便为有福 耶和华 你用恩惠带你的百姓 求你用这恩惠纪念我 开你的救恩眷顾我 使我见你选民的福 乐你过敏的乐 与你的产业 以同夸耀 是上帝一直在眷顾我们 给我们恩典 夸耀我们 我们也要荣耀他的名 这时候文作作 我们请听路电师 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他 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使主耶稣基督 神吹神也加重 使主的心装作 主宗长天来求 为主神建基督 世事有却旧德 千里万年几处 谁终万万全主 心有却真一体 教会神一平臣 一主一心一心 从这回忆的生命 风下回忆天亮 不快回忆一平心 风下回忆一平心 风下回忆天亮 祝福祝神 祝福祝神 向前圣身 天难都无知足 幸福祝神 心有却族 心静怀沉痛 知识一传绿梦里 看见那容颜香 同时开圈与酒 可像勇气不加 大醉在地界面 真身上为一体 一笑爱起身终于 神离天离团积 但久久不知我 人笑快乐深重 我挑爱永远 永在祖前奉奉 我们要祝福多祈福 阿弥陀佛 第一天 弟兄姐妹们 我们现在聚集在 在上帝这树林的大家庭里 要感谢主的大恩 颂养主的荣耀 敬听主的圣经 因为世人需要祷告 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过 求主施恩 使我们借着圣子耶稣基督 将自己献上 事奉主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们应当在全能上帝的面前 先公认罪 我们一起认罪 全能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我们常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 得罪主 又得罪人 因自己的舒服 本性软弱 单做的不做 不单做的道去做 现在我们痛改全非 决心悔绝 因着圣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要求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 有私人 使我们成为新人 展示奉主 就将荣耀归主的圣名 阿们 让我们以信心来领受 从主而来的赦免 全能的上帝 愿你饶恕一切真心悔罪的人 愿上帝连续你们 赦免你们 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 坚定你们的心智 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们 得享永生 这都是靠着我主 耶稣基督 阿们 我们都是书主的子民 我们是弟兄姐妹 在主的家庭里面 所以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们要彼此文安 现在我们起立 以不接触的方式 同手彼此文安 大家平安 我们仍然掌立 今天是三位 一体后第十五主日 十五主日 我们以今天的著文 一起来祷告 全能的上帝 你就是圣子教导我们 爱就是成全的律法 求你使我们尽心爱 同时爱灵世 如同爱自己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求的 阿们 请主 我们请一诸姐妹 为我们念今天的经文 今早要读的经文 是曲字 以福所书 二章 十一 至二十二节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 你们以前按肉体 是外邦人 是称为受割礼的 这名原是那些平仁手 在肉身上 称为受割礼之人 所起的 那时 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允许的 在所允许的 诸业上 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 没有神 你们从前 远离神的人 如今 却在基督 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祂的血 已经得清净了 因祂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合为义 拆毁了中间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就是那 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接着自己 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着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 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 接着祂 被一人 被一个圣灵所赶 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 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 自己为防脚石 各方靠祂 联络得和事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祂同辈建造 成为神 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让我们同心祷告 感谢天父带领我们 今天早上 再次能够一起来到 你自己的教会 一同的与弟兄姐妹 团契聚集 也一起的来敬拜你 主我们恳求主 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敬拜你的心 在我们生命当中 不因做这样的一个疫情 而被拦住 无论我们是在这里敬拜 或在家里献上的崇拜 主我们 求你的灵紧密地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虽然我们身处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深信 我们乃是你的儿女 我们同属一个家庭 就求你恩待 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 当我们在静听你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得到帮助 得到激励 更愿意遵照你的坏来行 我们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我想今天很高兴 我们再次能够一起的来敬拜 来服事 当然我们在楼上的装修 已经差不多要完成了 我相信下个礼拜 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外面的这些铁架 都会拆除了 然后慢慢我们也在 钟牧师也在安排 预备 看以后我们怎样的 也一起的 能够有一百个人的 这个崇拜的聚会 但是无论如何 随着这个疫情 随着这样一个改变 我们也需要有这个思想 因为我们现在的聚会 是受到这个五十个人 或一百个人 或这样的一个 五十一组一组的 这样的一个限制 所以当以后我们在崇拜的时候 或许我们有五十个人的聚会 或许我们会有一百个人聚会 同样的英文堂 他们可能会有一百个人聚会 五十个人聚会 所以以后凡是五十个人的崇拜 是在楼下 一百个人的聚会 是在楼上 所以这个就 没有说像以前那样 我们华文是在楼上 英文是在楼下 然后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也盼望说 我们的英文堂 他们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聚会 他们也需要有五十个一百个人 所以这个空间已经不足够了 但我不是只在这个门外面的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也开始需要有这个思想 我想配合这样的一个构思 也跟今天我们的这个讲道 有做这样的一个关系 今天我们的讲题 这里讲到说 教会同在主里合一 当然如果我们看 以福所书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当时教会所面对的问题 它所面对的是 基督徒和这些所谓的犹太人 和这些已经信耶稣的外邦人或犹太人 他们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我相信我们稍微明白或了解 圣经有关于新业的触景的时候 我们从圣经当中能够看到的就是 当时的犹太人是不大跟外邦人来接近的 而这个外邦人和所谓的犹太人 他们的分别是在于他们有没有受割礼 因为犹太人 因为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传统当中 他们一生下来就需要过了一段时间 就男丁就要接受割礼 所以他们把他们当成是 我们以上帝立业的子民 那些没有受割礼的 是没有跟上帝立业的 而当保罗在传福音 在耶稣的时候 这些外邦人慢慢应做耶稣的教导 或应做门徒们对耶稣福音的传讲 而接受了这个信仰的时候 他们没有受割礼 而往往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 就有这样的一个分别 我们是受割礼 我们是犹太人 你们这些不是受割礼的 这些不是我们犹太人 所以就变成说有如此的一个隔离 一个分别 当然这也无形当中就给我们看到说 在过去所谓的城邦制度 或整个这个族长清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 往往不同族群的之间就有很多的张力和矛盾 我想这样的一种现象 无论是在就业时代或甚至来到耶稣时代 这些还是依然存在的 我相信如果我们大家在这个国庆日有听总理的这个国庆演讲的时候 他也谈到了这样的一个课题 讲到说种族之间怎样的合一 没有所谓的特权 是在这样的一个多元的这个国家或环境当中 我们应该怎样的共存 然后共同的来住进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的繁荣 所以在当时初期教会的时代当中 给我们看到说犹太人跟外邦人是有很明显的一个鸿沟 我想在这两段经文当中 我们都能够看到 特别这里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 然后第二段经文讲到说 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一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观念 或从小在如此的环境太大的时候呢 慢慢慢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自然而然的就对其他的这些族人 种族有做这样的一个排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形态 所以犹太人与外邦人是有区别的 而甚至在以福守书第一章第二节这里讲到说 讲到说他们是住业的集外的人 就是说跟这些 这个上帝的业是只有跟以色列人 属于以色列人的 所有的人都是属于局外人 所以受个礼不受个礼 这个外邦人 这个是犹太人 对那些没有受个礼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尊称 我想在我们新加坡的社会的成长 也不难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中华总商会 其实中华总商会 其实讲是华人的一个商业组织 但是在当时呢 就有福建的潮州的等等这些 不同的中乡会馆 或不同的这些民间的方言团体 他们所组成的这个一个 所谓的商业的这样的一个联盟 所以在当时 我记得很清楚 在不懂哪一段时间呢 政府就说所有的这个 不是他们开会原本是以方言为主的 后来慢慢的就是 不是以所谓的方言的机关 作为主要的代表 而是慢慢的通过华语 来使到整个华人的这个总商会 能够不断的团结 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 能够继续的前进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过程 在往往开始的时候 它是以所谓的地方或族群 作为一个联系 我们这条街走下去 一个富州会馆 一个富青会馆 我是海南人的 再过去也是海南街 这个中产早期新加坡的社会 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的确在当时的社会当中 这些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帮助那些从同乡过来的 来到新加坡 己目无亲的 他们能够有做这个歇脚的地方 能够有做同乡的这个关怀在里面 所以原本这个发挥的精神 是美好互助扶持 但是来到了一个过程演变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争取自己的利益 以为我们与别人不同 以为我们要照顾我们族群的利益 而排测他族的时候 慢慢可能这个社会的演变 就会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 回到信业时代 当时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社会的矛盾也会越来越激增 特别是在整个信主的这个群体当中 这些还没有 这些没有受隔离的外邦人 他们因着耶稣所传讲的 因着门徒们的见证 他们也相信了神 而既然他们已经相信了神 那他们是要跟着犹太人的做法来做呢 他们还是能够保有着自己的这些特色 以致他们也是一个信主的人 当然初期教会在使徒行传第15章 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时所谓的教会所召开的第一次的会议 通常一般上圣经学者认为 这个是耶路撒冷大会 使徒行传第15章 就是对外邦人信主 他们的期盼要求是什么 所以也就是说 在当时那个会议当中的一节 就是这些外邦人 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们不需要遵照犹太人的惯例 或就业的立法来过他们的生活 当然犹太人要根据犹太人的做法 这个无可厚非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但是这些外邦人信主的时候 当然在那里有几个指示 就是不可以奸淫境界祭拜偶像的东西 所以也就是说 这些外邦人来信主 没有一系列的这些规条 就业的规矩 要他们来遵守 当然我们从信业的这个角度来看 就讲到耶稣自己 把整个我们在圣参的时候 也常常用这样的宣读的 我们立法的总纲 一方面就是尽心尽义尽力 爱主我们的上帝 第二方面是爱人如己 所以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原则当中 这些所谓这些不可摸不可吃不可什么的 这些就业的规条 已经不在我们今天的这些信主的人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当中 所以整个彼此的互相的排斥 彼此以自己民族为优越感 常常就使得我们能够离世或轻视别人 或甚至在我们和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优越感 当时耶稣时代的这些犹太人 特别是法利赛人 他们生活生命所流露出来的 就是显出上帝选民的优越 显出属于立业子民和那些外邦人的不同 如果这样一个现象 继续的不断在教会当中来演变 如果这样的一种现象 不去处理解决的话 恐怕教会的生活 恐怕以后的这种教会生活 就是单单属于某些特定人士而已 而不是所谓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福音里面 来蒙上帝的拯救蒙上帝的喜业 以佛祖书继续在这里强调的是 耶稣在我们或在犹太人和外邦人当中 祂怎样做合一的工作 原本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 圣经的字眼说中间有一堵墙 就是使到他们不能彼此这堵墙 使到他们不能联合 使到他们不能来往 当然在这段经文当中 就给我们看到说 是因为耶稣的救恩产生了果效 以佛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坐他的血已经清净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意 拆毁了中间的这个隔断的墙 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都说耶稣的救恩 今天我们在我们 我们每个在一起教会的生活 我们就知道乃是因为这个救恩 使到我们能够彼此的能够交往 原本我们可能都是不认识的 但是因为说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我们成为上帝家里的 我们成为弟兄姐妹 整个救恩产生了果效 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在教会的信仰 为什么我们在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有关于耶稣的事迹当中呢 乃是就是他在所谓人与人之间 借着他的教导 借着他生命的流露 他让我们能够了解 认识到属于上帝的是什么 让我们明白到说 一个属于上帝的 他的生命应该怎样的流露 虽然当时的这些犹太人 借着他们在就业 因着他们当然犹太人的不同 就是乃是罗马书讲说 神把他的立法托付交付给他们 所以他们保留了这样 直至耶稣基督的到来 把神的救恩彰显出来 但是当耶稣还没有来之前 这些他们还是神在世上的见证 让人家知道 这些属于上帝的 他们应该是一个生命 应该是怎样的回应 所以当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面 当然他已经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到 特别我们这些不是犹太的 我们今天我们说 我们不是在就业的立法当中来生活 今天我们乃是在新业 耶稣的救恩教导当中 我们活出新的生命 但是当没有耶稣救恩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就业的立法乃是帮助指引着 这些属上帝的子民 帮助他们了解到神对圣洁的要求 帮助他们了解到说 神对人与人之间生命的 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流露 所以极致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给我们看到说 耶稣的救恩产生了功效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人生的某个阶段 我们说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生命的开始 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说 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 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 所以在我们圣公会 我们的洗礼礼文当中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就是凡事要受洗 凡事要归入基督的 他在他生命当中需要有三个层面的确信 第一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为我最懊悔 然后我归向基督 我拒绝魔鬼和魔鬼一切的作为 世上惜福的荣华和一切肉体的邪情 使到我们重新的在耶稣的救恩当中 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 所以当我们说接受耶稣的救恩 就是我们愿意离开那一切 但是离开并不是那些 以后就不会再回来 我们还是不断的在这个挣扎里面 但是无论如何 在耶稣的救恩里面 我们知道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 我们在他里面继续靠他的恩典来过活 然后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也讲到说 他借助 我们是借助他成为新人 以佛所书二章十五节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烟囚 就是那记在立法上的规条 我要将两下借助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这里的两下 如果我们从前面的经文的背景当中 就是讲到这些犹太人和外邦人 所以就是借助他自己竭尽了我们 把这些立法上定我们为罪的 把这些在立法上视我们为死的 他为我们而废掉 而使到我们因作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无论是外邦人或是犹太人 我们都是新造的人 成为一体 然后成就了他的和睦 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我们才能够和睦 也只有认识到耶稣基督救恩的 我们才懂和睦应该是怎样 我想过去 为什么中华总商会要这样的来处理呢 因为就变成只要随着方言群体 讲话比较大声 出的钱比较多 就能够有实力来所谓的来掌控这样的一个运作 而当然那个是所谓商业这些联盟 他们所谓的策略还是做法 但是在于教会 犹太人和外邦人 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我们已经没有 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思想 而应该是我们都是成为新的人 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我们应该有新的看见 我们应该有新的做法 我们应该活出新的样式来 我想这个对我们教会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 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救恩里面 领受耶稣的 乃是他使到我们来和睦相处 乃是他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 请大家帮助他一下 OK 非常紧 OK 乃是因为耶稣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可能 可以 没事了 没事了 可能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一起的应该彼此和睦来一同的相处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特别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 耶稣拆毁了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割断的墙 做合一的工作 他也一样的实现在我们当中 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的回到当中 特别讲到说 把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 就是无论是犹太人 或是属于这些外邦人 两下归为一体 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 从此大家都是以神和好的 所以我盼望我们在整个教会的生活 特别过去我们跟英文部 楼上楼下 现在我们的聚会以后 是以人数作为决定 就是说100个人就用楼上 50个人就用楼下 这个是崇拜 所以不像以前这样 我们是二楼的 他们是一楼的 然后还有是楼下 底楼的 没有了 我们都是一样的 只要是 我们因为都受疫情的限制 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不能做 这个是我们专用的 而应该是 这是教会 这是一体 我们要一起的来 来一起的来享用 来一起的在教会 有美好的福祉 第三方面 在这段经文当中 讲到说 耶稣的救恩 使到我们能够拆除了 这个隔断的墙 然后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说 我们的目的是要传讲和平的福音 在以福手书第二章第17到20节 这里都讲到说 我们传福音 和平的福音 给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所以这个福音是不断的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 既然这个已经成就了 既然已经把我们归为一体了 如今我们这一体 我们作为教会 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 我们的使命 就是把这和平的福音 传讲给近处或远方的人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都带有这个使命 这个和平的福音 当然以福手书第6章第15节 这里也给我们看到说 讲到全副的军装的时候 特别他讲到一处就是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易被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当然讲到全副金砖 有这个信德为藤牌 有这个真理的腰带 公义的护心镜 救恩的头盔等等 然后圣灵的宝剑 但是讲到这个鞋子的时候 特别强调平安的福音 当作易被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 这个脚步我们走到哪里 我们所带领 所带出来的 我们所要活出来的 就是这个平安和睦 这个和平 其实这个是翻译的字眼 英文就是peace 就是带着和睦 把和睦带到近处或远方等等 所以我们的使命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带出平安 带出神的这个和睦在当中 所以和睦 当然在用另外一词 就是和意 就变成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象征 活出这样的一个见证 传讲和平的福音 使到近处或远方的人 都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恩典 另外呢 以弗所书第十八到第十九章 这里讲到说 我们成为神家里的 因为我们是在耶稣的救恩当中 祂使到我们合意 所以我们今天不再是做外人 不是外邦人 不是克里 是以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和神是属于神家里的一部分 今天无论你在线上或我们在现场敬拜的 我们都是神家里的 我想这个观点很重要 我相信当我们说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当然全世界的教会 全世界都有教会 我们不是到处都有教会 我们在概念当中 凡是属于上帝的儿女 都是神家里的 但是我们既然神把我们放在圣山一堂 我们是这个家的一分子 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都有一个家 我们做父母的 或我们做儿女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家 家提供温暖 家提供关怀 家给支持 家给保护 家在我们当中 是我们晚上回去睡觉 家是在我们当中 是我们能够一起建造 使他更加温暖温馨的 所以这些神家里面的人 对神的家就应该有责任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投入 所以虽然过去疫情 我们教会的崇拜 有时线上线下 有时现场 什么都有 但是有的人可能礼拜天 不是当场看 拜山才看 或者要睡觉的时候看 昨晚看到哪里都睡觉 原来睡不着可以看 所以我想这些 但是我们强调家里的责任 家我们一起把它建立起来 以前新加坡国庆日也有一首歌叫做家 这个是陈杰宜唱的 不是我唱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属于上帝家里的 我们一起建 我们无论过去是怎样 过去已经过去 但是我们应该想到说未来我们要怎样的建立 未来要怎样的建立 决定于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继续的努力 我相信将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成果 我们能够看到成长 这也是过去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要来翻新装修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我们不是围着我们自己来做 而我们这一代很快就过去 但是下一代他们的儿女 我们的孙子 他们在刚刚信主的这些基督 他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来领受 来体验 来继续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所以在整个建造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是基于我们的这些族群 我们也不是系于我们过去 我的这些所遗传下来的 其实因着我们的生命是跟神联系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联系的生命 使到我们的教会 使到我们所做的能够持续不断的 能够有根基的来建立和成长 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 讲到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防角石 所以我们的所谓所建立的 如果不是建在以这个防角石 作为我们的标准的时候呢 恐怕我们所建的就已经是 所谓的歪曲 或我们所建立的就已经离开了 当然在以前的建物质 跟我们现在的建物质可能稍微有不同 所谓的防角石就是第一块石头 所以那个石头可能是一个角头的石头 就是借着它慢慢慢慢的 以它为标准 然后把它慢慢的建立起来 所以以后所切上的这个石头 都有一个规矩 当然相当于现在在建筑当中 他们以前是用一条线拉 这个平的就按照做 现在他们是用这些所谓激光 一条这样打一下 那条线就照做这样 所以它是有一个准则 有一个目标方向 所以我们自己在这里建立 当我们说传讲和平的福音 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时常的联系在 这样的一个先知和使徒的教导 有着耶稣自己为我们的基石的话 恐怕我们所做的 它是不是稳固的 恐怕我们所做的 就是在整个建造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是偏离了原本应该是怎样的 所以这也再次强调说 我们每个基督徒 我们跟神的关系要不断的被建立 我们每一天我们对神的祷告 每一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的了解认识 我们进修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得到指示 使到我们的生命不偏离上帝 而最终当我们的教会 当我们在社会当中 我们受到不同的思想学术 或不同的教育的时候 我们能够仍然站立得稳 这也是以佛所书其中的一个主题 就是使到我们在不中别人的诡计 我们仍然能够稳固的来成长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合议 这个合议它是有一个基础的 就是在上帝的话语 或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的合议 也就是认识了耶稣的救恩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基础当中 我们一起来建造 我们的生活乃是基于祂的教导 我们所做的乃是应做祂的指示 所以律师如此的合议 就更加能够联系我们教会的每一位肢体 因为无论你是主席老师 你教导孩子们 你也是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 无论我们在小组 我们在其他的事工的服事 我们都是按照着神的教导指示 我们来一起的来建立 所以每一个我们的做 无论我们所做的或我们所强调的 乃是基于神的话语 以致我们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根基当中 来慢慢的把这个教会建立得 更蒙上帝的喜业 也建立得更有做上帝的 这个话语的教导在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讲到教会在主里的合议 刚刚我们谈到族群 耶稣基督把不同的族群 已经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撇弃 让我们能够在整个不同的族群当中 我们没有互相的排斥 当然看到说他做合一的工作 拆除了中间的这个拦阻 然后我们也看到说 我们要传讲和平的福音 带着和平 带着和睦 带着神的平安 进入我们不同的处境里面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这一系列 在以福所书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当中 我想它是很针对教会 也针对着信徒 而我们盼望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讲到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们每个人都被建立 我们每个人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我们都一同的来领受 一同的来成长 也一同的来进步 更重要的 在以后的教会生活当中 我们就正如与佛所书的教导 我们一起的把神的教会 建立的更蒙神所喜悦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的恩典 祢让我们过去在这个教会当中 我们得以跟弟兄姐妹 有美好的团契 服事 我们也看到这个教会所面对的问题 以及教会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怎样来回到祢那里 来支起力量 主我们就求祢继续的帮助我们 的确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主让我们就在祢的救恩里面 让我们也清楚地了解 我们从此不再是外人 我们乃是神祢家里面的人 我们称为弟兄姐妹 我们不分彼此 我们没有方言的障碍 我们没有族群的拦阻 让我们成为家里的人 能够一起地来兴旺这个家 把这个家建立得更蒙你所喜悦 主祢恩待我们当中 每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属这个家的 我们能够全力以赴 来看到祢的荣耀 在这个家中彰显 我们感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谢谢罗主教 今天早上给我们的教导 跟勉励 是的 我们要在主里面 卸尽心意地 来在主祢合一 这时候我们仍然做作 我们听回应诗 让我们来回应一下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 从心合一 当我们合一 敬拜和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 在我们当中 神第一年刚过我们第一年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第一年 从心合一 从心合一 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 为大使命 献上自己 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生活合一 无分彼此 同心向前行 我先求生活合一 我先求生活合一 是瞳孔在我们当中 是第一年高过我们的一年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一年 同心合意 同心合意 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 为他使命献上自己 同心合意 同心合意 让我们先求神多合意 同分彼此 同心向前进 向这世界围出芳华 可以寻求神过独乱途 不再不自己 听见神心意 只有我们都给世界的你 同心合意 同心合意 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 等我合意 不分彼此 同心向前行 不分彼此 不分彼此 可以同心 不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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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向前行 并不分彼此 我爱不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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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由同尊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地地阿波罗所下受难被钉与死之下 受死埋葬将在阴间 地坛先从世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人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并从那已降临 承判过人世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的公子教会 我信圣徒相同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接下来我们或贵或座 我们请许师及知识来带领我们带导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再次的感谢您 我们能够在一起同心和意乐来祷告 我们首先要求主祢赐福给西纳坡政府和领袖 帮助他们能够在制定各项有效的措施来阻止疫情的蔓延 我们也求助祢帮助我们 能够通过运动健康的饮食来加强我们的免疫力 让我们能够在对抗病毒的时候 能够更加的有效 主我们也求祢帮助西纳坡的政府 让我们在国家的经济 在复苏各方面 都能够按照神祢的旨意的带领来进行 也是我们各种族的国民 我们能够安居乐业 我们要学习如何在疫情期间 披持包容来和睦共处 我们更求祢连绵阿富汗这个国家的战乱 我们要把阿富汗这个国家 再次的交错在祢的圣手中 求祢示下祢的怜悯 求祢的圣灵来带领他们的灵袖 晓得如何能够治理这样的一个国家 和这样的一个举事 我们要在祷告中 建议到张建文主教 以及所有牧师 传道和同工 我们感谢主 祢既然选招了他们 他们在祢面前 我们求祢加倍地赐福给他们 和他们的家人 让他们在凡事上 都能够寻求神祢的旨意和带领 并且带领教区和教会 能够按照神的心意 来进行神的工作 使人得到造就 也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我们也要为作在四个宗派的 施工发展分享会上 在青年论坛的年轻人 他们若是蒙你的恩召 我们就祝祢加倍地赐福 感动他们 好叫他们在将来 所要奔跑事奉的道路上 从祖祢那里得利 我们也感谢主祢 赐给我们新的英文部的牧师 莫伟民牧师 以及他的家人 我们都要把他们交托在主里面前 祝祢帮助他 能够在新的岗位上 能够跟教会的同工 有美好的佩大 我们也在这里 祭祢我们教会的 许多团契和小组 特别是喜乐 信实 仁爱 等等的小组的每一个组员 主们感谢祢 既然他们来到祢的面前 求祢借助祢 借助这个团契的生活 能够帮助他们在灵性上 得到恐怖和加强 并且能够也愿意 尾声参与 教会了各项的侍奉 最后我们在祷告中 祭祷到 两位怀孕的姐妹 过会宜和留隐行 主我们感谢祢 赐给他们胎儿 也感谢祢 来带领他们 在生活起居各方面 都蒙主祢的保守 我们也要为座 祝愿的金佩兰姐妹祷告 主我们求祢赐下 信心 也加强我们的身心灵 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 我们都能够感受到 主祢的爱与同在 求祢继续地赐下平安 给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在祢面前 仰望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而祈求 阿们 主祷文 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的尊父的名为圣 愿父的国降临 愿父的基于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今日赐给我们 又求饶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饶恕 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一见试探 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平荣耀 全是福的事实无尽 阿们 请坐 弟兄姐妹们请坐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 家训报告的时间 这个时候也问一下 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 一直来的吗 没有 好 继续鼓励弟兄姐妹们 把新朋友带到我们当中来 我们继续看我们的 这个疫情的管控措施 我们目前还是五个人 一组的坐着 那么除了在讲员 可以在讲道的时候 脱下口罩之外 我们也不允许唱诗歌 所以大家都是在听诗歌 并且默想那个歌词 接下来我们还要进行 希望可以在这个开放的当中 我们可以有这个一百人的崇拜 特别是我们楼上的这个崇拜厅 一旦装修完成之后 我们移到上面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有这些的一百人的崇拜 所以只要是一百人的话 那就是需要有这个接种疫苗 所以在这里再次的鼓励弟兄姐妹们 如果还没有接种疫苗的 就赶快去接种疫苗 目前我们的主日学 因着现在这个 这个阻断措施的这个 还是有一点 就是不是很明朗 所以我们目前 今天我们儿童的主日学 仍然是在线上上课的 我们的小组 9月12号今天的这个喜乐小组 会暂停一次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进行 我们再看这个阻断措施的这些的 的这个指示 接下来是什么样子 那今天下午 同样我们有初心在陪伴 我们的菜传道会在那里 带领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一起来学习 温馨提醒 我们9月18号 有这个牧区的线上的这个议会 牧区议会 所以在当中有在牧区议会里面的指示们 请留意 这个来临的星期六早上10点钟 我们在线上见面 在线上开会 这里有一些关于我们教会的这个书刊 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图书馆 我来了之后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图书馆 我来了差不多要有两年了 所以已经有停了一阵子 那最近因为装修的缘故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 有很多的这些图书的长书 那这些长书已经经过第一轮的筛选了 我们的传道们有适用的 然后我们的教会 就是办公室里面的可以用来做参考书 我们写奖章 准备课程 适用的参考书 我们都已经留起来了 那剩下还有一些呢 就放在二楼这个电梯的出口处那边 弟兄姐妹们 大家欢迎去参观 如果有试用的 你们可以拿回去 给你们自己的 作为你们自己的阅读用 就可以拿回去了 那如果到头来还有圣的话 我们再会捐给其他的附近 就是其他邻国的这个神学院的图书馆 所以弟兄姐妹们有适当的书 就请到二楼这个电梯口出口那边 去选你们适用的书 另外一项是关于我们教区的信徒夜校的课程 这一次也是同样会有两课 提摩泰前后书是由这个 邓宏恩牧师 一下子忘了他的名字 跟我同一届案例的 这个宏恩牧师要教导这个提摩泰前后书 还有一位黄伟眠弟兄 是来自基督救赎堂的 他也会教导以色拉记 所以这两个课程 如果你们看你们手机上的 这个广播网的消息 已经有两个小小的这个短片 介绍这两个课程 所以也同样鼓励弟兄姐妹们 我们借着参加课程 学习跟亲近主跟爱主 好 我们的系列报告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我们要来领受 从主而来的祝福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 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着 我们在主里面的奉献 不管是财务上的 不管是我们的服事 或者体力上精神上的奉献 来向主献上感恩 我们一起来同年奉献礼文 主啊尊贵能力荣耀显赫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的 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 我们一同的跪下 我们要领受从主而来的祝福 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 我主耶稣基督 有缘全能的上帝 圣父圣子和圣灵所赐的福 将在你们当中 常与你们同在 阿们 慧众请坐 这时我们来听 猜浅诗 妙哉戏连妙节 听完诗歌之后 我们末祷 平安散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祝 大家红杀 同情之内 大家见喜悲伤 我们总有分离 愿相逐的同在 愿相人间 觉足同心 祈祢永远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